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先生 今期的劇透影评是《天气之子》 今次的评论想讲深入点是会有劇透的 如果未看的朋友我会建议你看完电影再回来看这条片 在这里也同时间提提各位 希望大家除了like、share这条片、subscribe我的YouTube频道之外 也可以followSam先生的IG和like我的Facebook Fan Page 《天气之子》是日本动画家申海城 继上一部口碑票房都非常好的《你的名字》之后 时隔三年再次身兼編剧和导演的动画电影 早期凭着《星之星》和《秒速5厘米》的细致画功 和配合剧情的音乐得到很高的评价 《新海城》所编写的故事大多都是以错失的爱情作为主题 在作品中往往都滲透着一种遗憾、一种不从人愿的追深的伤感 所以上一部作品《你的名字》亦被众多fans评为 《最不新海城》最商业的作品 有一个相对幸福的happy ending 亦少了那种因为错过而产生的压抑感 所以今次大家对《天气之子》的期望 就成为电影好不好看?满不满足观众的关键? 电影的故事是讲述少年凡高离家出走 由乡村的小岛翟身来到东京大城市 因为快用了身上的钱 所以生活得非常困苦 在继经辛苦后终于找到第一份工 为一本很古怪的《神秘学》杂志写稿 凡高亦遇上了女主角杨赛 因为年纪轻轻已经需要打工和弟弟相依为命 个性非常坚强开朗但同时隐藏着一个重大秘密的少女 她拥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 可以祈祷令到天空放情的超能力 《天气之子》的故事是与李的名字一样 围绕着一对年轻的男女主角一段充满奇幻的爱情故事 不同的是李的名字的好看在《热剧情桥段》的设计取勝 调换了身份的轻松搞笑 男女主角慢慢萌生爱情的童话感觉 还有一个一直到尾段才解册的剧情原念等等 而我觉得《天气之子》好看的地方 就在于大城市和小人物的塑造 影响着众多位角色 同时非常写实地描绘年轻人的心态 《天气之子》并没有太多峰回路转 充满原念的剧情 亦不像前作般以一个偏向童话的方式 来表现爱情的部分 无论是剧情和角色上 都很想突显社会和人性的真实和冷漠 描写现实社会如何影响着每位角色的选择 所以你在入场之前 最好先调节一下自己的期末 它并不像早期的《新海城》的作品 亦不是李的名字那种充满娱乐性的作品 你可以慢慢了解《新海城》今次想带给你的故事 搭震它在里面想带出来的意义 《天气之子》的故事 其实随了很多小细节 剧本用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对立面 来丰富剧情和角色深度 亦探讨很多自身和大环境的对女 就好像男主角樊谷来自小岛小镇 一来到樊胜的东京 就已经受到今前至上的价值观来到冲击了 例如女主角杨赛那样失去妈妈之后 她就要在这个其实都没轮到她去面对的社会 尋找她和她弟弟的生存空间 杨赛甚至要报大年龄才能找到工 生活对于她来说绝对不容易 电影将大环境塑造得非常冷 好像东京不停下大雨 警察不断追赶着男女主角等等 在杨赛得到这个可以令到天空放情的超能力之后 吾打吾撞和樊高一起在网上提供祈求晴天服务 杨赛亦终于找多个地方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 可以为其他人带来短暂的幸福 剧本就将晴天少女杨赛和这个日日落雨 极度反常的东京天气 营造了一个很强烈的对立面 杨赛运用她自己的能力 燃烧自己来满足社会上其他人 但在她最危急的时候 大社会并没有帮回杨赛 剧本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无助感 所有找她祈福的人都愿意倾向相信希望 会相信那一刻的短暂天情 是杨赛祈求所得到的结果 但当樊高在最后说到 东京连续五年的大雨 都是因为她救了女主角之后的结果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她 就是电影将社会描写得这么冷 真实 所以才令到男女主角的结识 她们一起经历的事情更加感动 范高和杨赛同时都以自身去对抗大环境 亦被这个大环境所压迫 要去成长、要求生存 面对着城市的冷漠和无奈 她们可以做的事很有限 剧本将大环境这件事描写得非常好 男女主角、大叔归界、夏美等等 都是一帮为社会所逼 非常美细和弱小的个体 电影里的不同角色对于极端天气 都有不同的看法 好似父美婆婆认为 几百年前的东京都是一片海洋 并不觉得现在的天气是反常 所以电影除了有奇幻的爱情线外 还多了一个影响着角色对社会大环境的塑造 《天气之子》是一套野心不细的作品 李丁明治的成功 其实新海城绝对可以以这个模式继续写剧本 但这部电影大胆地加入了社会里 对面年轻人的挣扎、迷失等等 虽然整体的娱乐性真的没有李丁明治那么好 但劇本所描写的社会异常真实和强烈 而同时也影响着里面的角色 在大环境和角色的对比之下 就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压力在男女主角的爱情线上 其实都无需要多说了 《天气之子》的画面也一如以往高质 不过可能李丁明治的场面又更浩大 所以这次就没有了那种震撼的感觉 电影的歌曲也做得非常之不错 虽然大多数都不及前前前世的洗脑 但很多手都非常之好听和合适的气氛 片尾曲的曲词真的写得非常之好 也是我另一个好加分的地方 《天气之子》 《天气之子》 其实也不难理解的 电影描写的社会气氛 角色的选择 都与年轻人心目中的香港非常之相似 其中片尾曲的歌词更具具到肉 兩手空空來到這世界的我 患在時光的縫隙中痛苦地摸索著 放棄的人們與聰明的人們 都在這個聖者時代裡艱難地活著 無論是統治者還是神明大人 都做出一副莫不關心的表情 但他們明明是知道的 當勇氣、希望、基伴 這些魔法失效時 他們卻只是事而不見而矣 反常極端天氣的出現 責任在哪裏呢? 新生代年輕人自一出生 已經要面對一個這麼大壓力的環境 眼見著有力量的人都亡不關心 當上一代教的勇氣 希望基本等等的東西都沒用了 甚至大家都背棄了這些東西 他們又可以怎樣做呢? 就像電影中的歸界一樣 欠女兒的撫養權 而且女兒是因為氣管問題 只能夠在晴天的時候才可以出去公園玩 因為私心 他曾經反對梵高去救洋蔡 而一個人去換晴天 好化算吧? 但去到結尾 他終於受到梵高所感動 還幫他頂著追來的警察 這個正正就是香港年輕人現在所面對的問題 錯過經濟起飛的年代 樓價比1997時還升多幾倍 持續高企又買不到樓 人工加了都追不到物價 政府不斷建大白杖工程利益輸送 官商向黑勾結 好像不出賣良心就不可以成功那樣 年輕人都很想去建設社會 但當他們發現現在的社會 制度、做事手法 都跟他們以往在學校教的是非黑白背道而馳 對於香港的現狀 年輕的他們更加無法選擇、無法選擇 其實未來屬於年輕人 所以他們才這麼想去改變 去守護這個地方 而這個付出的動作 最需要的就是大家的支持和理解 就算是出生在這片荒野中的你我 果然也 還是有我們能為愛付出的事 還是有我想為你做的事 電影中將大環境塑造到難以對抗 但女主角楊塞都願意犧牲自己去改變現狀 而梵高為了楊塞 他心目中最想守護的人 他亦都可以與世界為敵 去到天空上去拯救愛情 香港正正就是一班年輕人 不怕強權和不公義 為了一個更好的社會 選擇挺身而出推倒高牆 推倒這個早已經腐敗的制度 為何要讓一無所有的我們看見夢想呢? 為何要在有限的人生裡讓我們看見希望 為何總是刺給我們一些找不住的東西? 片尾曲之所以令大家那麼感動 是明知道現實是冷漠而且難以改變 仍然有勇氣去付出 我知道你有份發夢的你 一定不多不少都會有非常沮喪的時候 但我覺得只要有愛有勇氣有人明白 我相信未來一定會變得更加好 香港一定可以跟隨著這些年輕人的理想方向進發 但仍想緊緊抓住他的我們 是否很醜陋還是說很美呢? 毫無疑問 你們都好美 加油啊香港人 我對於天氣之子的評論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是熱愛電影的請你訂閱我 Sam先生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你想快點知道我接下來會看什麼電影 又或者想在我外面前看一些電影的簡評的話 就快點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Fanpage 我接下來會做更多影評和關於電影的影片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Like 和Share 這條影片出去 無論你看了還是未看這部電影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討論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